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早晨,我们来到7月17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医知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国农政院研究部投资经理方 澤桥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Kevin 早晨,大家好 明顾星期二继续做好 道指很厉害,大升,超过700点 幸指一期升至近100点 稍后也会问几个最新市况 和焦点股点部署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载916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甲马美股表现 美国上个月零售销售数据好过预期 联储局主席鲁威尔和官员继续放甲 减息预期持续 加上企业业势理想 带动道指和标指齐齐破顶 在联合健康升6%和银行股做好带领之下 道指升幅获大到最多777点 西欧市升742点 报4,0954点 升幅大约1.8% 标指升0.64% 报5,667点 部分大型科技股有回套 纳指反复下均升0.2% 报18,509点 市场资金继续转限小型股 罗素2000指数升超过3% 欧洲股市继续偏远 美汇指数轻微下均 美场债息跌穿4.2% 比特币就曾经升超过4% 资金也流向今时 金价创新高 现货金曾经升近2% 国际油价跌超过1% 其他焦点美股 Tesla反复升1.6% 苹果和亚马逊 轻微卡稳 Meta和Google跌超过1% NVIDIA回落1.6% 微软跌1% 特朗普概念股DJT回吐9%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京东和阿里巴巴升超过1% 京东折算簿106.18 阿里折算簿76.49 网易升0.8% 腾讯折算簿378.9 比起本港收市微升0.2% 汇丰控股ADR折算簿67.97 比本港收市价升超过1% 港交所升1% 友邦升0.4% 看看今早上外围的市况 道指期货轻轻靠均 41,265点升10点 纳指期货轻轻偏软 看看亚太区股市 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大致向好 日经平均指数41,349点升74点 而南韩股市轻轻偏软跌了2点 澳纽股市也做好 升幅大约0.5% 而恒指黑企可以靠找到的 升幅40多点 先和Kelvin谈谈外围的消息 美股最近也很劲 联储局的减息憧憬持续 看见交易商最新的预期 9月减息的可能性接近100% 加上大选的选程又明朗化 投资者都关注企业的业绩 美股的破顶格局 看是否都会持续 以及看到升势 现在开始扩大到更多板块 传统股都开始有资金追捧 你自己怎么看美股 美股是比较强势的 其实已经升穿了支持顶位 5月17日 其实都曾经 道指都去过4万点 今次还升穿 最高其实 道指昨晚来说 最高去到4万0211点 这个位置 有点回落 所以我认为道指都会继续创新高 暂时来说都没有什么大回落迹象 好像刚才Imeen所说 现在美国的减息预期又会升广 再加上特朗普很大机会会胜出 在枪击事件之后 其实胜出机会已经达到70%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的推动经济的情绪 比较高 所以对于减息的机会又会再增加 因为在前一届当选当时 特朗普也曾经逼过减息 所以未来来说 减息的机会和幅度 我觉得比拜登还要高 拜登的政策上是比较保守 所以我想特朗普在推动经济更加强劲 所以我觉得美国暂时会继续破顶 但是看到昨天来说 纳指虽然是轻微的上升 但是幅度没有道指那么厉害 可能一些科技股来说 因为之前的累积升幅也比较大 所以纳指来说可能要先休息一休息 但相信也是大将小回的一个价格 暂时未见到任何利淡消失 相反来说 其实港股来说 因为预计特朗普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不是很喜欢中国 可能会加大他们对于政策上的施压 或者制裁的方向也会加大 所以我相信 港股未来那几年都可能 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运限 如果在美国制裁的情况之下 还有关税 甚至制裁的幅度也会加大 所以港股来说 我觉得也是会比较积弱 多少少的 港股之后也会详细再问你 如果美股 究竟是 例如科技股 应该大部分有滑美股也会有 究竟是 可能暂时卸一卸 未来的势还是会继续 因为只是纯粹的板块 未来越来越多板块也会上升 还是不是 资金真的会轮动去到其他传统的股份 你自己怎么看 选股方面 美股策略会否改变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如何大变 只要拿着那几只大的股票 我觉得始终也会有一定的升幅 但是看到NVIDIA昨天不是很升 昨天NVIDIA跌了1.6% 在126元这个位置 暂时它的走势好像正在走的 range 120元至130多元左右 133元左右 未见都能破顶 之前的顶位曾经拆了股之后 其实升幅曾经到140元这个位置 及后回率较急 但是我相信 随着TSM台积电 在星期四公布业绩 公布第二季的业绩 我觉得也有机会做好 可以带动整个板块上升 所以英伟特始终是一只 非常有质素的一只股票 所以 玩美股的朋友 就必定要留意着这只股票 逢低 我觉得暂时来说 它是大脏小回的颗股 逢低也可以吸纳 未见到任何跌穿位 甚至是它的基本因素 也有任何改变 所以暂时也没有很多企业 可以跟它有一定的竞争 就算是AMD来说 其实它的市占率 也不够英伟特这么厉害 英伟特达到7成多 有关他们的GPU 所以我相信 暂时来说 英伟特也是独大 而且这个晶片市场 大家也要留意着 不同的新能源汽车股 或者其他股票 可能有钱就可以进入这个市场 但是英伟特始终在技术上 和政治上 都是高于其他企业 所以我相信英伟特 暂时来说 都是一个大脏小回的格局 刚才提到TSM 也想问一下台积电TSM 星期四会公布业绩 市场预期第二季营收增长三成六 每股收益增长大约三成 大摩也发表了报告 因为之前公布的一些初步业绩都向好 估计台积电会将指引第三季收入 按季增长一成 务理率范围和第二季差不多 在季度业绩会议之中 AI半导体需求持续升 公司蒸完价格的走势 都会是外界关注点 你只要怎么看TSM 股价一直强 值不值得再拨计业绩之后继续升 TSM预计第二季的业绩 第二季营收入到200亿收益 第三季还会到220亿左右 所以还是一个比较上升的一个格局 我们可以看看近12季出了季度业绩之后 其实有67%是会上升的 最多是升超过8.9% 跌幅大概最多是5.5% 看见到最近这几季我记忆之中 其实它的股价是升多跌少的 所以我觉得TSM的股价有机会 是趁着这个业绩做好 而且看到它的毛利也有机会 到2025年有机会会上升的 所以有不少的大网都预测 它的毛利要超过55%左右 有很多区别说 这些人是执ordreの seconds 。 因为不要跟从身边也没有 所以你也可以看开 现在要坐吧